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在郭敏党内部 张志忠始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 郭敏党高官私生活糜烂 三姬四妾这比比皆是 出于泥而不染的只有张志忠 张志忠十九岁时 迎娶十七岁的洪熙后 两人相守一生 生下五个儿女 宏喜后相貌平平 没有人话 同流劝张志忠另许高门贵小姐 张志忠言辞拒绝 与唯一的老婆不离不弃 没有传出 过半点花边 张志忠为任青年 不演到权 在国民党中也绝无仅有 小女儿张志忠途小学时 有一天坐了张志忠的专车去上学 张志忠得之后 严肃批评了张志忠 教育他汽车的国家的 汽油也是国家的 张志忠爱靠和平将军 长期为国民党高级降临 对共产党一直抱有好感 立主用和平手段解决两党的争端 邓颖超层言 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 文白先生张志忠是一位没有从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军人 为避免内战 他数次上书蒋介石 蒋介石有一次看完剑书 气得拍案大骂 简直就是叛徒 在主张新疆期间 张志忠全力营救了不少共产党 精心安排他们出狱 国民党与巴陆军的协调 西安事变的谈判 重庆谈判 以及后来渡江作战前的谈判 张志忠都参与其中 作为两党联络的桥梁 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4月 国共最后一次谈判 失败 张志忠打算从北平回到南京 但将届时侵入于党 处境十分危险 于是好友周恩来劝说张志忠留下 一个月后 张志忠发表对时局的声明 顺迎历史潮流 宣布脱离国民党 投向人民阵营 1955年解放军受贤前 张志忠在开国元帅的名单中 但他并没有接受 认为自己是国民党的军人 接受解放军军衔并不妥当 由于张志忠留在大陆 国民党在对岸竭尽全力抹黑他 1959年 张志忠写回异录 书中却没有半句的讲届时傍眼 此举 足见张志忠的高贵人品 在张志忠的心中 永远只有国家 没有个人恩仇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